從連11次 說不定就可以連上 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就是剛剛有人提到 今年年底選舉就要到了 那 那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 然後大家 順便藉著這個機會 讓大家回顧一下 歷年選舉的一些情況 這樣 然後我們先快速回顧一下 對 然後 回到2012年的時候 有人說會到我們逆風高輝 對 那 結果 結果這個是 當年 當年的那個 大家 大家對於他的認同的結果 對 一片難路 但是 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一直到2014年的時候 然後有人認為說 限制風向已經變了 然後 海水退潮之後就知道誰沒穿護紙 那最後 這是 最後是2014年的結果 對 對 那 看起來是有人 有人被打臉這樣 對不對 等一下 不過2014年的時候 你如果 持續比較的話 兩年的話 你會 持續去查看說 其實 不是說2014年是有人被打臉或怎麼樣 是因為 你如果看某些區塊的話 其實是投票下去降的很低 一下掉了幾 十幾% 那 如果你 出來投票的人少的話 那就代表說 就是有人棄權不投票 那相對的可能讓競選的對手 喔 他的那個 那個 當選的機率大增這樣子 對 那後來 在2015年又發生了這些事情 然後一直到 2016年又 又又 選舉前的一個晚上 結果 2016年就變成這樣子了 那一片綠光森林 對 但是 這事情 並不單純 一樣 2012年的 全體投票有74% 那2016年的話 變成66% 對 那這些 大概你要有 仔細去挖 挖那些 選舉的數字據 來做分析 你才知道 對 那接著 接著咱們的總統 有這些承諾 然後 他說他很痛苦 然後也有人說 如果你不支持某黨 你就不要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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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到了選舉前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發生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對 但 今年結果會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我希望說 我可以藉由這個選舉地圖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真的只是講講而已 還是我們真的會靠行動出來 利用投票的行為 然後去決定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就一起來 說故事吧 見證歷史這樣子 對 我們現在要找的人 對 我們現在要找的人 好 因為基本上我們有一個 那個 剛剛有看到 就是有一個簡單的一個地圖 對 但是那個地圖 我們希望可以改版 所以我們會需要web前段 然後web後段的話 我們現在有中選會的一些選舉資料 然後還沒開始整理 所以我們也需要後段的整理 對 然後UI的話 我們也希望有人可以幫忙 就是改進那個介面 當然 然後如果說你對這個資料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歡迎大家來採用 謝謝